其實自己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因為就是在忙別的工作 然後就是很開心 但是一直被提醒都是周圍的人 然後你又提醒我一次 就是開心的去學習 然後當作一個Party 然後要達成一個願望 就是一定要跟杜文哲打個邀請名 謝謝大家 謝謝